有台湾新汉化第一船人之称的杨晓宁 曾经遭遇到气胞造成的双手 还有颜面严重烧伤 他用浴火重生的双手将古汉化的石刻形式 转换成新汉化的笔墨形态 首次曝光的汉唐雄风气韵生动 他特有的血液花牛更是一绝 三十幅精彩剧作本周六在台北登场 由台湾新汉化第一船人之称的杨晓宁 近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画的美学理论 他发挥女性细腻特质 透过观察入围的领会 重新诠释跟演绎汉化 创作出墨古画法的新汉化 第一次展出的十尺大画汉唐雄风 汉王初徐串联了古汉化 跟国画笔墨之间的灵魂 这个是原创性的破墨破彩的墨古画法 也打破了传统勾线甜色笔墨的造型 先用淡墨把它人物或者是马先破一个影子 然后在那个影子的基础上 再去画它的衣服线条 画马身上的线条和笔法是这样的 然后这就等于是先是花蛋 然后再用浓墨去上去 上去了以后再用水去破它 然后再用色去 如果上颜色就是要用色去破它 所以这就叫做破墨破彩的墨古画法 创新技法的新汉化 风格古朴典雅 正月十五闹元宵 画出了热闹的意境跟童趣 一幅好的作品必须要有画里画情 画意画趣 你要画得野人生情 要人观想着要跟这幅画 要产生共鸣 画牡丹下笔豪迈 杨晓宁擅长心汉画 写艺花鸟 人物 身兼书画 装表两大长才 更是中国国家一级美术师 以及修复表辈大师 它特有的写艺花鸟更是一绝 象征富贵的牡丹花 一朵朵雍容华贵 就在画纸上绽放出生命力 而青铜器的立体形状 仿佛真实呈现 跟后面的花鸟形成虚实对比 也融合了三种笔法 这幅画里边就是有 有公笔 又有一公间写 又有写一画 这三种绘画的笔法 都在这幅画里边融合 对 比如说这个青铜器 这就是用这个写艺和这个工笔而完成的 牡丹就是用纯粹的写艺画出来的 对 这就叫 这就叫一公间写 就是有收又有放 有细的 你可以仔细地去看 还有叫你放松地去看 这次的巡回展名为《浴火凤凰》 它想鼓励像它一样被火纹身的人 回忆起16年前的意外 它一度哽咽 瓦斯气胞造成双手 颜面严重烧伤 有一个心愿 就想要鼓励像我一样受伤的民众和这个家庭 要勇敢地面对困境 要走出来 不能说是怕 脸受伤了 怕就不敢出来 对 当然也是要叫他们 走向阳光 活出春天 他不但没有放弃自己 还持续不断地创作 展现丰沛的生命力 《浴火穷身后》 30幅精彩剧作 都在台北展中完整呈现 记者黄美琴雄如洗 台北采访报道